HELLO 大家好,又是小新先生 這次跟大家開箱的是什麼呢? 看到地下這麼大盒的東西就知道大事不妙 怎樣入境過關呢? 沒錯,這次是一個SHF Bandai 鹹超系列 暫時來說應該就是最大盒的雲限 屬於鹹超系列 沒錯,就是這個Ace Killer 以及五個十字架的情景套裝 很巨型 你看到左邊的超人Ace的SXF正常的尺寸 看到就知道不知道這麼大盒 怎樣拿回家呢? 你不要問我,我真的不想回答你 好,另外除了這個飛盒之外 打開了飛盒之後 看到封面是用Ace Killer 當年第一次出現的劇照 這件事真的蠻感動 另外盒的後面也是一樣 看到就告訴你 官徒告訴你有什麼玩法 這麼大盒真的很誇張 現在事不宜遲 我馬上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鏡頭現在轉開箱了 看看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告訴你 今次的手型都蠻豐富 因為以往Ace Killer任何的玩具 例如掌動 以前的Ultra Act 都好 它的替換手型都比較少 今次會很豐富很多 另外就是告訴你 可動要注意的地方 怎樣去拿武器 和光線特效技 沒錯,Ace Killer都是有光線特效技 雖然都不是長期經常用 另外也給了超人Ace最後的大絕技 就是五兄弟合體了的空線 另外 應該說反轉後面 就教你 今次他就給了一些金色的甲 我們 就可以將我們之前買定的超人Ace 就可以變成機械超人Ace 當然 你可以買多一隻 好像我這樣 又中了Bandai的鬼計 另外剩下的就是十字架台座 即十字台座 他就告訴你怎樣去安裝 沒錯 是安裝的那些鐵鏈 因為他被釘十字架 是綁住了他在十字架上面 就是用的鐵鏈 他全部都給我們 如果想詳盡一點 可能要看看QR Code 他怎樣去玩 如果怕不會玩的時候 好 內容不止眼前的東西 他就分了上下半的一個吸索去包裝 上半部分就是Ace Killer 即是Ace殺手 以及機械超人Ace的金格 以及光線 技之類 另外剩下的十字架就在下半層 那個是稍後再說的 好了 現在首先講一下 經典的超人Ace的Ace殺手 他和他的配件 首先看看這隻東西 因為他還原當時超人Ace 第一次出現的皮套造型 我做回他那時候的金色 以及他的很潮潮的海甲 沒錯 因為當時的器服用料的關係 最喜歡看穿崩位的質感 很棒 那隻金其實不算非常閃亮亮 有一點點瓦瓦的 正常的 盡量還原 另外有一些好像珠虹的顏色 就是他的身體 就是他裏面的皮套 其實整個顏色造型 不是很多的顏色 剛才講過這兩個顏色 再加上綠色透明的眼 跟著胸口上面那個 靈形的水晶狀的石 好 那就比較驚喜一點 這次都幾多手型 待會再講一下 看上去的樣子都還原 當時的Ace殺手 講到Ace殺手 就有些特別的想法 為何他沒有一個正確的 自己的型的名字呢 雖然他也是一個二次元人做出來的 派出來的殺手 但是當你去到梅比斯的時候 就叫做梅比斯殺手 去到超人銀河定勝利的時候 又改了一個名字 其實你的正確名字 是不是叫做殺手 這件事我覺得是比較 怎麼說 搞笑一點 他的身份 有點尷尬 覺得他真的很慘 沒有什麼特別的正確 自己的一個名字 除了這個之外 就看看他那些 我知道他有個別名 叫做二次元超人 這個比較 特別一點 別名 他正名是什麼 好 我們看看他的可動 他肩膀上 現在有這兩個關係 開頭看看 這個位置比較尖尖 小心一點 不要刺傷自己 或者刺傷各位的朋友 這個肩膀會不會妨礙 先看看 OK 這個位置可以拉出一點 可以上下轉動 所以應該可以讓你轉動 手沒問題 大致上可以正常地轉動 有少少要遷就一下 怕他會刮到的時候 好 基本上這些都可以做到 這個位置都不錯 另外 另外 他的肩膀 應該說 手肘的位置 和膝蓋的位置 他比較有少少鬆動 可以轉動一下 不會黏得很緊 這個位置比較緊 這個位置比較鬆 有點奇怪 好 另外 這隻手 看見他 五爪金龍 非常之強勁 對不對 對眼 很喜歡晶瑩通透 看一次賺一次 很漂亮 如果可以亮燈 就更加之好 好 整體上來講 我真的滿意 他的造型 還原回小時候 第一次見 Ace Killer 沒錯 就是A殺手 雖然剛才說過 他都給了我幾多豐富 我不特別再多說 可能拿武器 和放死光用的手型 好 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 他的招牌笑不免 就是他有一把 好像一個Y型 一把連刀還是什麼 叉 他正確來說 又不叫什麼 只寫著武器兩個字 也不知道他究竟正確叫什麼 好 就是一個啡色的柄 上下都是一個銀色的 這個都會比較普通一點 不算非常漂亮的 那些 我還原回他當時的設定 武器 好 另外剩下的 對於A殺手的配件 就是他有一些特效 當然 他因為他偷了 可以奪取了 超人五兄弟的 那些不同的技能 包括M87光線 這個超人左飛 就是一個透明粉紅的件 我會看到一整顆 好像炸彈 很流星材 這件很過癮 好 另外就是一個黃色的 就是一個超人 原祖的超人吉田的 一個死光件 這個特效比較長 透透的黃 上了一些米色上去 另外就是一個 超人7號17星盒的 一個額頭射出來的光線技 尾端就是粉紅色 前端就是薄荷綠的顏色 我挺喜歡 透透明 還有兩隻的顏色 好 另外就是一個 超人ACE的最後大絕 因為他集合了五兄弟 把能量最後緊餘的 都給了他 所以集合了幾兄弟 加上自己的 最後一個壓頭到 放出來的特效 這次一個位 就變成一個 好像一塊 很厲害的 有少許珍珠金的顏色 挺OK的 好 剩下的 另外就是 機械超人ACE的金甲 我們看看 不全部講了 就拿出部分 我想說 這個就是頸部 頸部的件 可能要跟說明書 可能要拆頭 拆頸 拆腰 裝上去的大部分 有些就是套上去 那些顏色上色 我覺得挺滿意的 因為這隻金甲 有跟ACE殺手的金色 是兩隻顏色 那些機械超人ACE的 應該說 那些金甲是挺漂亮的 那些橫的 全部都很漂亮 有些小的 可能有些編號 怕你可能裝錯了上去 有些寫著什麼 R1 可能在裡面 怕你裝的時候 可能會不小心 裝錯的 那些 看看 這個有沒有mark到呢 好像有 後面有寫著 全部都是有的 不用擔心說裝錯 記得看一看 說明書 如何組裝機械超人ACE 現在開了包裝第二層的十字架套裝 總共有五個 正常來說 就要給超人的頭四個兄弟 就被人綁在十字架上 好慘 超人ACE其實就不需要用到 除了十字架之外 可能會還有其他的配件 包括就是一個夾夾 這個夾夾有什麼用 其實就是給你待會的十字架 應該說 這個十字架 我們就看看 看到每一個都有他獨特的超人的 這個 這個 包括 就是左手邊的 這個應該是 超人阿香 超人七號 然後就是 左飛 以及吉田 這個其實是超人ACE ACE因為在劇集中 還沒有被釘十字架 但是上帝已經為他 早已預備了十字架 所以沒有用到 除了十字架之外 剛才說過一個夾夾 那怎樣用的呢 其實就是 可以讓你替換到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可以讓你打開它 好 那就是 看看怎樣打開它 應該就是 可能新的關係比較實一點 大家可能要用一些力度 那就是把它打開了 那看你需不需要 如果用來DISPLAY 斬十字架 當然就不需要用到 這個斬的夾夾 有了夾夾之後 其實就是 給你 可能把那個超人 那就是 夾著那條 腰 讓它慎防它 向前中 或者站得不滑 在十字架上面 那裡 這個夾很重要 當然 用來夾軌著它 好 除了這個夾之外 那就是 後面也做了一些位 就是用來貨 用它的鐵鍊 去鎖住 超人的手 腳 和頭部 那下面就是一塊石 那塊石 那塊石 上色就比較膠 這個東西 有點失望 對不對 那是差一點點 那看到也都可以拆它出來 其實是不是 那你見到 有個活動的關節給我們 其實可以給你 左右 中間 那這樣 所以待會 那個十字架 可能有一些 會比較好 有些 斜斜的 這套劇集中 也一樣 可以重現 在那個上色的石 就差一點點 這個東西 有點可惜 每人 就有四條 幾個項鍊 項鍊 是鎖鍊 分別 就有兩條長的 全部是黑色金屬的鍊 來的 頭尾 就有扣 可以給你扣住 綁住它 有長 還有 也有短一點的 給我們 每樣各兩條 好了 這一個 就叫做 不需要自己去組合 組立的一個十字架 看上去都幾方便 好 那現在就找到 一些超人兄弟 一起 重現 這個超人Ace的第十四集 刪到銀河的五顆星星 那現在就找了幾位的超人兄弟 好慘地 好壯烈地 已經掛上了十字架 另外就是因為自己任性的關係 也是買多了一隻超人Ace 那我可以組合這一個 咦? 機械的超人Ace 其實好老實地說一句 超人Ace 和機械超人Ace 其實沒有同場出現過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就這樣 將你原本的超人Ace 叫做 將它組裝成這個機械版 已經可以沒問題 但沒辦法 自己就是任性一點 所以無故自己去買多一隻 可以組合這一個 就不用換來換去 換的過程都幾簡單 其實它都是安排好 排好次序 那些頭、手、腳等 那些環 上了之後 又有幾位帥哥 好 那我先放好姿勢 上了之後 其實我想看看 那些金色真的可以說很漂亮 最漂亮的機械超人Ace 以往可能就是出那些扭彈 或者是一些不可動的UHS 那些超人Ace 那些軟膠 即是舊底那些700日圓軟膠合裝 那些曾經也出過 但如果正正常常來說 出一隻可動就好像沒什麼 喂 掌動是不是應該可以想想 其實都幾簡單 好 那超人Ace 站在旁邊 找一隻機械版 擋一下擋箭牌 好 另外這個 又有Ace 殺手 其實你看看 裝回它的武器 其實基本上 它都是長期手持著一個Y型的武器 很少會脫下它 不知道為什麼 情有獨鍾 就算它是放在那些死光 即是吸光超人兄弟的死光 都是要手持著的 那些死光特效件 我就不特別再去示範給大家看 可能大家待會有機會再看一些相片 又或者之後再出個Post 好 那現在終於都完成了一幕 經典的超人Ace裡面的一集 第十四集 這個失落在銀河的五顆星星的一集 這樣一個價錢都幾金的 其實如果砌了全部出來 你看到 講的一個雲限今次的Ace殺手 加上那些金色的Ace 機械超人Ace的組件 還有十字架都差不多1200美 差不多1300元 好了 另外自己之前已經買下的超人兄弟 不要說很貴的時候 我當它平均300元一隻 有數你計算 12345 加上自己再追多一隻 6隻 631 18800 喂 這裡都3000元 沒有計算錯 好了 自己有愛喜歡 不要計算過價錢 最重要自己玩得開心 還有可以重現這個經典的音樂 話說以前曾經出過十字架 除了這個掌動之後 都比較十年八載前的Ultra Act系列 當時我沒有買到十字架Z 覺得好像很雞辣 不知道買來做什麼 Ace殺手也有買到 今次終於可以還原這個經典器服版本 這個自己真的很喜歡 沒辦法了 不理價錢去訂購 我收到十脈角盒之後 覺得有沒有搞錯 這麼大盒 大盒到都不知道怎樣入境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很痛苦 反正不會被人罵 被媽媽罵 被老爸罵 被老婆、被女朋友罵 都不止 最重要就是沒有位置放好盒 基本上我這次也是一樣 玩完之後 那些十字架應該會回合 那些超人應該都會陪著我 在Display櫃繼續站在C站 所以這隻超人機械超人Ace 我就特意買多一隻Ace 再穿一些甲 令到他很英俊 可以一起玩 那玩具最重要就是自己 大家都是覺得玩得開心和舒服就可以了 那就不要麻木特意追隨 那就不知道究竟將來 雲限機很難說 有時可能會跌到媽媽都不認得很便宜 可以帶手入貨 又或者真的炒到上天花板都不奇怪 好,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BANDAI SHF的超人Ace的系列 沒錯,這個機械超人Ace的裝甲 加上Ace殺手和十字架的石 好,我們下集再見面 就這樣,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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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LECALACE 下集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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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